王军你好 这些年两岸间的民众交流不太热络 网上互动也比以前乏善可陈 这些问题你觉得是我们 你觉得有什么是我们人可以做的 来改善的方法吗 这个提问的人是一个台湾人 这个他肯定是基于现在两岸之间 民间交流的不太通上提的问题 在这里头 其实我还是要讲一下 大家都看到两岸之间这几年 就是政府层面的对立越来越严重 民间的其实对立的情绪也越来越严重 其实这个是我不希望看到的 我其实跟很多台湾人讲过这样一个观点 台湾社会的真正安全 是来自于大陆民众的觉醒 你想想大陆现在政府 对台湾政府的文攻武克 实际上这两种之间实力的不对等 是台湾自己单方面很难改变的 那么台湾可以做什么 台湾你跟中国政府打交道 当然很重要 需要一些技巧 但在我看来 更重要的是 其实要通过两岸之间的民间交流 让大陆和台湾 这个普通民众之间 互相怀有一种对方的善意 如果大陆的民众都能够觉醒了 都认为 其实通过武力问题 解决台湾问题是不好的 不能接受的 其实台湾也就获得了真正的安全 所以我认为 这种两岸之间互有善意的交流 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么这种交流怎么去建构起来 我自己个人的感觉 就是我在台湾的节目中间也反复强调的 就是不要把对中共的那样一种对立的情绪 投射到普通的大陆人身上 其实大陆这些人同样也是中共的独台统治的受害者 甚至有很多人在大陆的时候 其实是为台湾人去讲话的 希望大陆的政府能够对台湾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解决 怀有更多的善意 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太好的趋势 就是很多台湾的网民 也包括一些台湾的民众 对所有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人 都有一种普遍的这种抵触情绪 我觉得这种抵触情绪不好不对的 但反过来讲 当然大陆这边由于政府的鼓噪 然后有很多小粉红 每天都像打着鸡血一样 整天对台湾就说流倒不流人 这个其实我也看到了 但是我觉得要想克服这些问题 就是增加交流 只要交流多了 比如说有更多的大陆人到了台湾 有更多的台湾人到了大陆 那么其实把这种交流回归到普通人的层面 事实上大多数人是很难对自己真正的同胞 说出非常狠的话 甚至做出非常过分的事情 所以这种交流本身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 嗯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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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这是